大家好 这支视频是我上一周出差的路上沿途经过的景点 有小布什丁清景泽和金泽 虽然没有特意去做攻略 但依旧有吃到一些好吃的小店 有看到一些美丽的风景 记录下来希望大家会喜欢 开车经过有红叶的地方 就会停下来稍微溜达一下 比起京都那些名胜景点的人头传动 这里就非常的悠悠自在 沿途经过小布什丁 这里是李子之乡 同时现在也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旅游景点 经过重建的小镇 逛起来十分的宜人 这么美的风度 吃的应该也不错吧 布什丁是例子的 这个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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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拿栗子泥和糖一比一做的 吃完出来了 这家店好好吃哦 等一下我把地址切在旁边 刚刚餐厅让我重新又吃到了食材本身的各种香气 所以真的很推荐这里 餐厅背后连着一片栗子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的带刺的栗子 这个车站太赞了 等车的时候可以吃一下苹果 随走就可以摘哦 市场上也有卖这样的糖心的苹果 就这样一路随便逛逛 很快又走回了小镇的中心 这里不能错过了 当然就是小布市堂的例子产品 我先去了咖啡 这家咖啡出名的蒙布朗珠却没有了 这一点我真的很气 日本很喜欢搞这种限定 就是要限定的店铺或者限定的时间才可以吃到 明明在东京也有分店的 为什么不能卖呢 然后我还没有到本店就已经看到人龙了 都在排队 买个大腹安慰一下自己 但是我想吃的是这一款猪雀 它是完全不加糖 百分之百栗子做的 要预约排队 然后才可以进去吃 然后栗子蒙布朗的总店和分店 它都卖完了 所以我现在就买它的大腹 明天当早饭吃 我点的是天妇罗乔麦面 这家店的乔麦面 都是90%的乔麦粗粉做的 九哥乔麦 最近迷上了昆布 所以又点了这个下酒菜 酥脆喷香的天赋也非常不错 首先 冲凌的 就是它的洗面台 然后住的房间 房间是小小的这种 但它会有电视的 然后还有喝茶的 我带了茶包 它还蛮干净的 我觉得是挺满意的 好了洗一洗睡觉去 洗一洗睡觉去 昨天买的苹果 口感扎实不错 上班了 冷了 烹饪 好饿 因为时间还给我吃个早餐 现在出发去白川的前野太鼓 先开这吃 乡林坊接日游圆这一段真的蛮舒服的 停车场出来看到这个 我要不抽一个 最喜欢的 哎呀这个河头太大了 然后其实它就是三条路 中间的这一条是主干道 然后两边的话就是小路 从主干道开始跟上来 这种小的电招都好可爱 金泽到现在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5G的 如果要看表演的话 可以预先就跟他们约好来看 就它茶屋街本来其实就是5G一条街 不好意思啊我肚子又饿了 现在到了午餐时间 我选了这一家 午餐时间只卖亲自动的店铺 当时探定期的瞬间 我就知道我挑对店了 有着浓郁的高汤 松软的鸡蛋 还有非常清爽的鸡肉 完全没有任何极快生硬的部分 顺便拆一下刚刚买的盲盒 这个阿波子 因为天气不错 然后手头还有些文档工作 就又来了金六园的咖啡馆 我又到金六园来了 今天上午刚刚拜访完客人嘛 我就想过来这边的咖啡馆坐一下 今天晚上的话 它会有秋天的这个夜间点灯仪式 到时候我也会过来看 晚上的看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树上的绳索 雪吊 雪吊的作用就是分担树木的主干 需要承受的重量 大家都好自觉在排队啊 起初它就是一种 纯粹的功能性的作用 因为它呈现的这种状态 非常的有造型感 渐渐成为了北国园林造景中的 重要景观 其中以尖六园为代表 拥有造型 苍菌挺拔的松鼠 结合了有吉兹里 吸引了大量的观看者 晚餐预约了一家以天佛罗为主的料厅 庆祝这次的工作顺利完成 我非常喜欢吃天佛罗 是因为它看似简单 但其中大有讲究 虾头需要持续两分钟左右的榨汁 才可以通透酥脆 不含水分 而虾身需要控制在25秒之间 超过的话 虾肉的甘甜会消失 这种资料 料理长不愧是30年的烹饪经验 对于上菜的时间把握得很好 上满鱼之前他先上了这个满汁 把盐汤作为蘸料 其实是天妇罗中的一种厚调味的方法 巧妙地保存了天妇罗酥脆的口感 同时可以强化它本身的香气 料理让亲自调和的榨油口感轻盈 不抢过食材的风味 必须要夸一下 榨油鱼也是考验火候的一道菜 口感绝了 这里说明一下在编辑的时候 上菜的顺序略有调整 和实际情况并不是完全一致 煮碗里有鱼肉和鱼巴 鱼巴就是豆皮 汉姿写作汤叶 大家喜欢吗 一般吃到这一道的时候 我已经饱到不行了 但今天就觉得正正好 最后的甜品 黄豆粉口味的冰淇淋和红豆泥完美收场 我现在最忙了 然后今天要去清锦泽 97195这个是柴油的 今天就要一直捏着 今天是住在一楼 然后进门的话 它会有一个 一体式的一个空间 就这种高台阶的我很不喜欢 让我比较满意的去 就是它有个电视 然后前面是床很宽敞 而且它用的色调 还有它用的材质感觉都不错 就感觉它把所有的预算都花在室内的这个空间了 床头控制面板 根本的话也是那种比较时髦一些的 它这边灯基本上都有那个调光器 这个灯都可以单独调光的 然后藏在这边写字桌 读书的空间 休息的地方 和我家一样用这种电子的 可以随时清除 然后清空 这样就很环保嘛 都在做这个促销嘛 就是除了你可以享受 如果你有做那个阴性证明 你可以享受它这个酒店折扣以外 它还会给每个入住的客人送到这个底用券 我这两天用下来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回房间最爽嘛 这是酸奶 还有上面是苹果酱 菜单上也有推荐的 所以我又点了一下 昨天晚上没吃到 白天来吃一下 感觉这个调味还不错 昨天出来走不了多远 就是旧清景泽商业街 这条街有很多古色古香 有看头的店 我买了一双拖鞋 然后又被这些植物僵尸吸引了 这个是日豆的 有点少买 不过这个款式不太爱看 感觉的感觉 好可爱啊 满满当中的 这一家 练农吃过的法棍 回去的路上吃 领导之前最后一顿 打算去万平酒店 步入万平 感觉时光就像是停滞了一半 他与其说像酒店 还不如说更像是一座山庄 传说一楼咖啡馆里的皇家奶茶 是约翰·列农亲自传授的客户 这个是他的蓝莓派 这个是皇家奶茶 是这边传统的一个苹果派 然后还有这个是黑咖啡 这个派上去油光寿庙 呢 漂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到二 在露宿的时候呢 等一些信息 第三号号 十五号 这个是琳兰花 就是他们酒店的象征的那个画会 所以他这边呢餐具上面的这些全都是用的这个花的造型 包括他的房间的这个门槛 还有餐具 还有这种 这个应该是凶章的 站着的话特意到游戏 这一千人各自满 这边的这个岩层之间就会有渗水 它就是不稳固 所以就很容易有泥石流塌方 这个树就倒了 这个白石瀑布有名的话 就是因为它那个岩石缝 里面会渗出这些水 然后形成了一个全天然的这种瀑布 还蛮美的 就近看觉得哦 好神奇啊 然后它远的话 就是一个山顶 还会有点点雾蒙蒙的水去 夏天应该蛮漂亮的 就感觉还很轻妙 别来了 7人 9日 生光 Don't be afraid